大家好 歡迎來到愛元神頻道 如果你認愛元神 就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我們將為你帶來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資訊 記得要點擊訂閱按鈕喔 接下來我們先來拿這個來星山這邊的寶箱啊 這邊有我們需要的任務道具 我們來到這個赤望台右上方這個傳動點 來到這裡在我們面前就南方向小九下面 設計要小路比一路往前走 想必須個麻煩嘛 在這個前方有我們這個作證會解開的一個這個寶箱 這個是這個清理這個運氣的來拿寶箱 然後這寶箱再撞到我們的小地圖下面南方向抬頭 往這個半空中看了 這裡我們稍微往南方向半空這裡往前走一點 就可以看到前面這個有個這個 奇妙這個水珠 拉過來往斜線方看斜線方就有個正數寶箱來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寶箱 再撞到我們小地圖這個右邊東方向前面就有個解密的寶箱 這個寶箱是這個蓮花的 我來到這個寶箱這裡 這裡我們召喚這個蓮花過來 召喚這個蓮花過來 然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的這個左邊西方向 把這個蓮花放在這兩個比較相近的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自己再去這個東南方向 來到這三個的這個中間這裡 我們再把蓮花召喚過來 就可以快速把剩下這三個點亮 就可以解開我們這寶箱 來拿寶箱 讓你第一個找到無足的塔 拿到這寶箱之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下面的南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這個山上這有個小石堆 可以來接近這個小石堆 撿完我們順著這個河岸邊往我們西南方向走 前面這有個限時挑戰過來可以開啟一下 清理完之後拿到這個珍貴寶箱 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左下方西南方向抬頭 可以看到山上有這個限時挑戰拉上來 開啟在這個限時挑戰 跟著它這個指引的方向 往前面吐這個奇妙水珠 一路往前面飛 解這裡沒有了 解這裡沒有了 在我們下方沒有了之後 這裡有一個箭頭 解到最後這幾個 來拿寶箱 然後這寶箱之後 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上面北方向 可以看到空中這裡有個奇妙水珠拉過去 然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這個山頂這裡再拉上來 直接往山頂這裡飛過來 這有個限時挑戰再來開啟一下 開啟之後跟它這個黃點的指引這裡跳上來 觸碰一下這個黃圈 也繼續跟著這個黃點 往前面走 這有個這個 蒼林金 接在這個蒼林裡啊 繼續往我們這個黃點這裡飛過來 繼續往前 變成這個 魷魚變成這個魷魚 一路上來 來拿到這個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啊 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的這個右上方 東北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這裡還有一個這個 奇妙水珠再拉過來 拉過來之後往我們這個正下方看啊 而且在我們這個正下方 這裡往下面飛下來 在我們正下方這裡有這個香爐的這個解密 在這個山頂這裡 來這個香爐的解密這 在這個最大的香爐這裡看著我們這個 東北方向 在東北方向山下這裡就有兩個這個香爐 來這兩個香爐後面這裡 看著我們這個大香爐拉一下 來拿到這個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上面北方向 往前面走過來 就有個崩崩果 我做得興趣 來這裡射一下 來拿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左上方西北方向前面有個正手寶箱 過來這裡清理啊這個玄文獸 清理完之後再拿到寶箱 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右下方東南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這個山上這裡 我做了限時挑戰 過來這裡開啟這個限時挑戰 這個限時挑戰它是去我們山頂的 開啟之後跟著它前方這個指引 拉過來 Sya往右邊轉 再拉過來 再往右邊轉 再往山上這裡噴 這也對直啊 不要搞歪了 搞歪了你就回頭一下 這裡拐彎的 所以有概率會歪啊 來拿寶箱 是不樹的東西嗎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這個 北方向 上面 跳起來往我們下方看 可以看到下方這個樹這裡 在我們的左手邊這裡有個普通寶箱可以直接開啟的 來開啟一下這個寶箱 開啟之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右上方東北方向 我們跳到對面這個山這裡 這裡直接跳可能會要爬很久啊 我們可以稍微往高處這裡爬一點點 也要往這座山比較矮的這個地方跑過來 我們從這裡慢慢走上去 然後山頂這裡閱讀一下這個劍柄啊 拿到個珍貴寶箱 拿到珍貴寶箱之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右下方東南方向 人家旋在邊這裡 起跳往下方看啊下面就有一個限時挑戰來開啟一下 跟著指引來這裡開啟這個寶箱 這一個只能爬山了這裡 然後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的這個右上方東北方向 往前方這個懸崖邊這裡走過來 起跳往下方看 看下面這個河邊有個寶箱 這個寶箱是收底這個元素唯一的啊 這個寶箱周圍有這個元素唯一 我們靠近就可以看到 來這裡剪在這個元素唯一 接著在我們這個西北方向地圖左上方 再剪一下 一路往前 接著剪完之後再在我們這個前方就是我們西方向這裡 在這個高處我們可以打一下這個風史萊姆 這裡有風場出來 飛起來 然後拉到對面這裡去 和機器共鳴之後在我們左邊 這邊這裡 這裡可以對準一點 不然都要可能會 稍微比較麻煩 對準一點 然後飛過去 然後再跟著過來 一路飛過去 這裡還有 繼續飛過去 然後背成這個魷魚 一路撿回來 就可以拿到我們這個寶箱了 來拿到這個寶箱 然後這個寶箱之後 在我們這個小地圖的這個左上方 西北方向 我們再去往山上這個鳥這裡 過去跟他共鳴一下 對他共鳴之後 往我們最右邊拐 拐到不能動 在這裡發射一個這個 奇幻水珠 飛過去 在下方這裡有一個這個限時挑戰 大家再自己打一下 剛才不小心搞錯了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個 赤張成員 右下方這個傳動點 來到這裡轉到我們小地圖的左下方 西南方向 從旋南邊這裡跳起來 往下面看 可以看下面這裡有 盜寶團 我們下來這裡把這幾個盜寶團清理一下 清理完這個盜寶團之後 在我們這個 西方向這裡 這裡有一個這個柱子 是可以唯一可以撿起來的周圍 把這個柱子撿起來 就放到我們面前這個 鐵柵欄的門口這裡 放上去這個門 鐵門就會打開 我們這裡走進來 走進來這裡有一個 不要平整的這個柱子 我們撿起這個柱子回頭 上樓梯 上到最上面這裡 我們前方這裡還有個樓梯 再來來到這個樓梯口的下面 就下面這裡 我們把它放到右邊 接著我們回頭 把我們剛才放上去這個石頭撿過來 再從這裡上樓梯 來到樓上這裡 把它放到上層 其實我們這邊的這個鐵門 也會打開 我們走到裡面 打一下這個大石塊 這裡有一個這個寶箱 再把我們這個柱子撿起來 撿起來我們藍牙門口 藍牙門口這裡 撞到我們小地圖這個 左上方西北方向 然後前面這個比 比較高的這個亭子這裡 在這個亭子從這裡上樓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現在這個 身上這個東西 裝在這 我們要調整一下方向 讓它 像一個這個門的形狀 這個第一層 鐵再撞到我們東南方向地圖右下方 把這個比較平滑的這個柱子拉過來 比較平整的 我們安在這個第二層這裡 點子再繼續撞到我們這個東南方向地圖右下方 把這個 缺了很多這個柱子 再撞到這個第三層 來這裡調查一下 然後這個 珍貴寶箱 這個世界 然後這個寶箱之後 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的這個 左下方西南方向 走出來 可以看到前面有個限時挑戰過來開啟一下 我們發射一下 我們發射一下這個 球 拉過去 每個都是拉過去就好了 來拿寶箱 拉到這個寶箱之後 再跟我們這個鳥共鳴啊 拉過來 在我們是要往右邊轉一點 可以看到這個空中有這個 蒼金 蒼林裡 我們來撿一下這個 飛過去 撿到這個蒼林裡啊 撿到這蒼林裡之後 我們再打開地圖 我們傳送到這個 再傳送為這個傳送點 來到這裡啊 再有撞到我們小地圖的這個 左上方西北方向 這裡往前面看 看一下前面這裡有一個這個 正所寶箱來這邊飛過去 往這邊飛的時候 在我們這個斜線方這個樹啊 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一個這個 這個仙靈 我們可以先觸碰一下它 來這裡觸碰一下這個仙靈 比觸碰一下大 它走到這個石頭上面再觸摸一下 接著來這裡把前面這個正所寶箱先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這個家具寶箱 在家具寶箱後面 這裡有個籠子 關著一個仙靈把它放出來 就是要打開它呢 接著我們跟著它 是不錯的心緒吧 它會跟我們走到這個 第一個仙靈這邊 這裡還會經過一個小石堆撿一下 來把我們這個第一個仙靈也觸碰一下 來兩個都送回來 拿到這個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 在我們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在前面這個門這裡啊 這裡有一扇門這裡 在這個門的這個 紋框上面啊 這裡有個這個倉林裡 我們來爬上去撿一下 撿下之後我們下來 還是往我們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來到前面這個風樹這裡 來風樹這裡有個個個個 點燃火堡的寶箱 來寶箱這裡我們先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點亮這個 我們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的這個北方向 前面這個野豬這裡 這裡有一個 點著我們再往右邊撞 撞到我們這個東北方向 這個樓梯口這裡 點在回頭 撞到我們小地圖下面 南方向這邊 我來拿這個寶箱 偵查極致 白 拿這個寶箱之後我們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從這裡上樓梯 來到中間這個香爐 這裡有個光柱 我們這裡調柴一下 我們這個香木兩個都已經拿到了 在之前撿寶箱的時候 每個都是有寶箱的 都是那個 修房子一樣的那個解密啊 供奉完這個房門就打開了 我們走進這個房間裡面 來這個華麗寶箱這裡 我們來清理一下這個小怪啊 這如果你是打不死的啊 你就根據他說的往我們北方向這裡 拉過去 這裡拉一下這個極限就會死掉 我來撿到這兩個寶箱 這兩個普通 還有一個這個華麗 我無足的踏實 他就屬於你了 合法 然後這華麗在華麗後面這裡有一個這個像這個手鐲一樣的 這個玉啊 我來這個古老的玉塊跟他對話一下 把我們缺失的這兩個這個 斷片啊 都給他裝上 在過了完動畫之外 我們先回頭先 先鑽到我們這小技術下面的南方向 在這個柱子上面 這裡有一個這個蒼林裡 我們來撿一下 這裡只能爬上去啊 我們順著這個柱子 這一路往上面 爬上來再跳過去撿到這個蒼林裡 蒼林再鑽到我們北方向小技術上面 我們自己用這個先例 踢一下這個手鐲 這就有動畫 我們自己往前走 來前面這個壁畫這裡 再踢一下這個壁畫 這裡他會給我們一個這個華麗寶箱 然後這個華麗寶箱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傳送到這個 七天神像這裡啊 這個赤張成員的這七天神像 來到這裡之後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往前面這扇門這邊跑過去 進門之後我們先繼續往前跑 在我們這個 東北方向這邊就是回到我們這個遺跡門口這裡 我們來到這個門口這裡 從他這個門口這裡往上面爬 這門口的頂部這裡是有寶箱的 來拿寶箱 或以口頭約定的方式 像這些這樣 拿到寶箱之後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這個左邊西方向抬頭 在這個樹的頂部 這裡有這個 水球拉上來 拉上來之後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來到這個寶箱下面 在寶箱下面這有個電梯把它踢出來 出入這個先例 等它停下來之後啊 撞到我們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這個香爐 感覺能成一條直線啊你就拉一下 把這個香爐點亮啊 多操住幾次 這裡要預判的 來拿著寶箱 然後這寶箱之後我們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再拉到這個水球這裡 拉到這裡就是我們再撞到我們小地圖上面北方向往這個山頂這裡飛上來 山頂這裡有個限時挑戰來開啟一下 跟它這個指引往對面飛 然後去往山上 來山頂 然後這個寶箱 然後這把在我們小地圖上面北方向來山頂這裡閱讀一下這個枯樹枝 這古老的木料啊就有一個這個華麗寶箱 然後這個華麗寶箱在我們小地圖左下方西南方向 紅穴來邊這裡走下來 這裡跳起來往下方看 看一下下方這裡有個正手寶箱啊 這個 玄文獸的我們來清理一下 拿到寶箱後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的左下方西南方向 往這個山下這裡往下面走 這有個坑 從這個坑這裡跳下去 下面也有一個這個正手的家具寶箱來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這個家具寶箱 接著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這個寶絕口左下方這個傳送點啊 來到這裡撞到我們小地圖左下方西南方向 這裡走下來往山下看 山下有個秋秋人正手的寶箱 來這邊清理一下 清理完之後我們來拿到這個秋秋人寶箱 接著我們來到門口這個樓梯下面 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前面這裡有一個的解密寶箱 我們跑過去啊 不是特別遠 我們來這個寶箱這裡 寶箱旁邊這裡就有一個這個水元素防備 我們點亮一下 點在我們這個東方向這邊也還有 我們可以跑過去一起點亮 這個東方向這裡這個水池裡調查一下 會有一個這個下雨的 我們打一下這個下雨的 這裡的水元素方面它就是自己點亮 我們把剩下一個點亮一下 來拿寶箱 拿寶箱之後再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這個 東方向地圖右邊抬頭 可以看到空中有這個奇妙水珠拉上來 拉上來之後撞到我們這個東北方向地圖 地圖右上方往山頂這裡 飛上來往下方看 下方這裡有個坑 這裡發光的 來撿一下這個坑的 發光點 吊潮娃在我們前方 就是我們東北方向地圖右上方 就是限時挑戰來開啟一下 來跟它這個指引 變成這個 魚 落地之後繼續往前走跟著這個指引 魚又拉過去 它這裡繞一圈又跑回來的 再變成魚 然後繼續往前面拉 來拿到這寶箱 拿到這寶箱之後在我們這個小地圖左下方西南方向 這有個這個蒼苓裡 在這個茶桌上面我們在這裡 撿到這個蒼苓裡然後放置一下 我們剛剛撿到這個玉斬 然後品一下茶 我們這邊這個珍貴寶箱就會解開啊 我們過來撿一下這個珍貴寶箱 這裡漲水之後再往我們這個小地圖左下方西南方向 我們再往回走啊 就走回我們這個茶桌這裡 往下方看也可以下方這裡有個這個運氣的這個解密的 來這裡清理一下作為這個活史萊姆啊 低頭清理完之後拿到我們這個寶箱 或以口頭約定的 其實我們在打開地圖啊我們去 補一個寶箱 這裡有一個寶箱是我們漏檢的 我們來到這個 檸檬山上面這個傳送點 來到這裡之後啊 撞到我們這個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往前走 下面這裡有個水珠拉過來 然後再撞到我們小地圖上面 北方向抬頭 你看前面這個空中這裡也有一個 我們飛過去 拉握這個水珠這裡去 拉過來之後啊撞到我們小地圖右上方東北方向 在我們前面這裡有幾個這個石頭凸起來的 飛過來 這裡有三個石頭上面有的這個松鼠啊 我們站在這個沒有松鼠這個石頭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寶箱 來拿到這個寶箱 快買進土裡 下面我們還是來到這個赤望台右邊這個傳送點 我們來拿來星山最後一些寶箱 來到這裡撞到我們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從雪岸邊這裡跳起來 下面這裡有水形幻靈來清理一下 清理完在我們這個西方向小地圖左邊 一路往前看 可以看到這裡有三個這個水元素方碑 然後三個水元素方碑全部打亮 就有一個寶箱 來拿這個寶箱 也在前方這裡有幾個秋秋人 把這圍的秋秋人全部清理一下 清理完這個秋秋人啊 我們這裡天上就多了幾個這個平台 我們地下這個起跳裝置也可以靠近了 我們往這個瀑布上方這裡跳上來 在瀑布上方這裡有一個這個蒲公鷹的 這個貓頭鷹的這個雕像 我們觸碰一下它 就有一個寶箱 疊在我們西南方向地圖左下方 前面有個這個正手的寶箱 這是解密啦 我們要清理一下這裡的怪啊 清理完之後啊 這個雕像就變成這個綠色的了 我們先撞到我們小地圖左下方 西南方向 穿過這個石塊 前面有個現實挑戰過來開啟一下 跟這個視角的指引 穿過全面的加速袋 來拿著寶箱 接著我們再打開地圖 我們來到這個赤旺台 左邊這個傳統點 來到這裡之後回頭 撞到我們小地圖的左邊西方向 拉到前面這個水珠這裡 然後回頭 看著我們小地圖的這個 右上方東北方向往下面看 我們往下面這個 蒼林里這裡飛過來 接著蒼林里往我們腳下這裡 下面有一個這個正手寶箱啊 在下面在秋雪人營地這裡 來清理一下 清理完之後我們再拿到寶箱 接著我們來到門口 就是一家 撞到我們小地圖右邊 東方向順著叫小鹿一路往前 下面還有一個秋雪人正手的寶箱 再來這裡清理一下 清理完之後我們拿這個寶箱 拿著把這裡我們調一下時間 我們周圍已經有三個這個 貓頭印象這個公仔了 我們把這個時間調到這個 下午的這個兩點半左右 調到兩點半地上掠出來這個魚的影子 這裡稍等一會這裡就有一個華麗寶箱 如果沒出來 你可以調成第二天的 第二天的時間 這裡反正就是調到兩點半地上這個影子 會變得像一條魚一樣 這裡就有一個這個華麗寶箱 大家自己在這裡 多調一下時間 有可能是卡BUG了 我們來檢查這個華麗寶箱 你第一個找到 接著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再傳送回我們這頭上 來到這裡我們先撞到我們小地圖左邊 先西方向 拉過這個水族這裡 接著再撞到我們小地圖右 右下方 東南方向往這個山頂這裡 飛上來 山頂這裡就有一個限時挑戰 我們來這裡開啟一下 大型洞嗎 我們跟他這個指引這裡往前飛 提往前面拉過去 然後卸往右邊轉 在這個柱子上 撿到這三個 然後我們再抬頭往東方向這裡上面 再拉上來 然後跟著寶箱指引來拿到這個寶箱 然後這個寶箱 然後這個寶箱我們再傳送回我們這個 傳送點 就是我們視望台左上方這個 然後這裡我們還是回頭看著我們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拉到這個水族這 這是我們看的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小地圖右上方 東北方向 往這個山頂這裡飛高一點 這裡還是需要小排一下這個山比較高 然後山頂這裡有個這個香爐的解密 這裡在下方這裡就有兩個比較明顯可以看得到的 我們先把這兩個單獨點亮一下 大型洞 點亮之後這裡出現了一個這個 小隧道 我們跟著這個小道過去 鏡頭這裡 就有一個 香爐又會出現 我們再把這邊這個香爐也點亮一下 點亮之後這個火種在我們身上 我們可以看到 屍上這裡有個像這個 田螺一樣的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傳給這個南方向小地圖下面 帶行動 帶行動 來到這裡我們把這個火種傳給對面的香爐 就可以幫我們這個點亮 接著我們坐這個風場上來 轉到我們小地圖右下方東南方向 再遠出這個平台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這個小香爐了 過來這裡點一下 點一下 這邊這個香爐點亮 就有一個華麗寶箱 這個華麗寶箱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傳送到我們 赤望台上面這個傳送點 來到這裡我們回頭 在我們西北方向地圖中方 從這個山洞這裡往前走 在這個水路這裡地上 這裡有一個這個磚頭一樣的東西 把這個撿起來 這是我們第2塊這個斷片 是我們之後撿寶箱要用的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個視頻見 詞曲折朗